欢迎来到鱼传二胡世界 那我们今天呢 手上的看到这一把琴是 由王根心师父所制作的老红木二胡 那这把琴原本是一位台北的二胡老师的 那在他手上用了二十几年 皮已经坏掉了 然后拿来给我重新蒙皮 那我们为了就是 尽量的模仿出原本王根心师父的音色 我们也选了一张王师父喜欢用的这种品种 鳞片不算大的这种小品种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重新换皮 那相信让这把琴恢复到原来该有的声音 并且可以让这位台北的老师 可以重新的再使用这把琴 那这把琴的料子也是相当的好 这已经是大概二十年前的料了 现在的老红木我们就很少看到这种料 它是六块板是全直温料 那现在要买到这种全直温料是还是买得到 但是价格已经昂贵了 那但是这个也是一分钱一分货 想要什么样的品质就必须有什么样的价格才买得到 这是一定的必然的 好那我们就把王根心的老红木二胡经过我们的换皮之后 会呈现什么样的音色 也相当的期待 好那我们等一下来分享给大家听 我们用这一把换皮的王根心老红木二胡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首乐曲叫离人丑 离人丑这首乐曲是低调抖收弦 它用到了三个把位 有一点点有点难度的换把 那也很适合我们学二胡的同学会低调音阶之后 可以来学习这一首 那它一开始第一段的旋律是这样 这个收音右手音量键 如果左手给螺旋 那记得这个螺旋不要这样紧张了 紧张了没有一个换气的感觉 它是一个小幅度的螺旋 再看一次 第二句 第二句也是一样 这个咪的螺旋音量要键弱 那咪不要 一螺旋这个声音就紧张了 它是乐句的结束 要有一个收音的语气 所以再看一次 所以再看一次 这一句也是 切分音收音收音给一个螺旋 那切分音不螺 如果两个都螺 分不出谁是主谁是负 所以 这有不一样的 下一句 咪有一个代华音 第三句比较乱的是十指三指 十指三指的这个换把 进第二段 螺旋渐落 那这一句 它是一个装饰音 第一段是 只有一个咪第二段加的一个装饰 做一个情绪上的区别 再看一次 一样 定住在螺旋 那你不要 我记得 这个收尾的螺旋 不是到这么快 收音哦 一样切分音不螺旋 第三拍的尾巴收尾螺旋 搞这一句 小拇指上滑音扩张直到收 不要这种压 音色会不亮 再一个十指换把 这一句一样是一三指的换把 收尾的 键落螺旋 进副歌 这个比较难有个大跳 我是用小指跳收 二指咪 都在十指上来 再看一次 小指收 二指咪 螺旋 一指都 螺旋 空旋 空旋 高音收 小指 上滑音 再一个收回转 不要 不要 我们不要有 零角 我们要让这个回转音 圆滑 一直 回来 再 再给螺旋 再看一次 这比较不容易 好 下一句 下一句是 十指跳 高音收 小指 二指 二指 江四一 好 再看一次 收尾 剑落螺旋 螺旋 螺旋 上滑 回转 好 最后一句 螺旋 螺旋 上滑 回转 空旋 这个 咪 要多练几次 不容易 这个要要音色又要好又要阻 又不能音色不能呆掉 所以要多练几次 好 以上就是 离人筹 好 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一把台北老师所使用二十多年的黄根心老红木二胡 然后委托我们这边帮他换皮 让这把琴能够重新再回到他手上可以继续使用 好以下我就完整从头到尾拉一次离人筹 这把琴能够重新再回到尾拉一次 好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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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